在捷运车厢对着一名女子不断咆哮 一旁的乘客看不下去 纷纷站出来要求红衣男别再大吼 还有人要他赶快下车不要影响其他乘客 没想到男子却爆气反呛指着附近的民众怒骂 有乘客担心他会做出过激举动 吓得只敢站在远处拿出手机拍下过程 面对乘客群起踏伐 红衣男更加火爆 不断大声飙骂 让目击民众都看傻眼 可找纠纷就发生28号下午5点左右 高雄捷运试运站往左营站方向 当时正值下班尖锋时刻 有两名乘客在车厢里爆发口角 眼看事态逐渐失控 民众赶紧按下紧急通话铃 把情况告知驾驶员 列车到站后也暂停两分钟一度 引起骚动 影片中红衣男子与公共场所 与人发生口角 吞吞之习为 可能过程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73条规定 可处心台币六千元以下划环 高姐乘客在车上大吼大叫 吓坏不少民众 警方表示将积极追查红衣男的身份 通知道安书明 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会让他理智断线 谢谢嘉宇千层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